天然香品主要成分是植物 而化學香品主要成分是木粉、人工香精、染料、黏合劑及助燃劑 燃燒起來會產生許多有害物質 要知道香品是否天然 可以先拿到手上看看 如果一些香品摸過之後 手會殘留香品的顏色 這些香品應該包含了染料製造 另外當你燃點香品時 天然香品的香灰掉下手時 只會有微溫 不會辣手 它的煙都不會分到眼睛 很不舒服 但化學香的煙不止分眼 它的香灰亦會辣手 火節比較大 燃燒速度亦會較快 當你清潔的時候 純天然香品的油煙 用布濕水 抹一抹就可以抹走 但化學香的油煙會比較黏 不容易清潔 要用清潔劑才可以抹走 香的味道 視乎個人的喜好 天然香一般都不會刺鼻 如果你喜歡古早 又或者清點、順點的味道 可以選擇 跳藍、繪木香 喜歡穩重濃厚的味道 可以選擇檀香 有一種說法 檀香是要陳年 味會純厚一點 檀香又以出產地分為 印度老山檀香 澳洲、印尼出產的新山檀香 印度老山檀香的香氣純厚溫和 不濃、不淡、延綿如絲 前後一致而持久 並且具有一種足以蕩滴內心的禪耳 令人心閒意韻、氣爽神清 而新山檀香 它的香味會淡一點、柔和一點 聞內座會帶有輕微的酸耳 說到香的味道 又怎可以不提沉香 沉香的味道很多層次 有花香、果香 沉香因應產區 又再分為兩大類 慧安系和勝州系 慧安系的沉香 清香有花香、果香和甜味 而勝州系的沉香 就有一股特殊的香韻 味道比較濃郁 無論你燒香是用來禮拜神明 又或者希望能夠養心 相信你都一定認同 天道是貴身 因為有些香品 例如是龍鹽香 是在抹香瓷消化系統裡面形成 又例如蛇香 是紅聖蛇類動物 位於吐瓷和伸直器之間的 善狼分泌物 所以我們選擇香品的時候 最好選擇天然香 更加好就是選擇植物香 講了那麼多 希望都幫到大家 選擇適合自己的香品 你剛才看過的是 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歡我們的節目 應同我們宣揚道教思想的理念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們的營運開支 大家可以將善款以支票的形式 基督來逢迎仙館 支票背面著名是 支持道通天地營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同共運大盜 道祖保佑